大家好,我是Ray,欢迎打开M2档案 11年前,一位母亲因为教育孩子方式的独特 在美国宏集一时 她出版了书籍虎妈战歌一时间是畅销全球 引发了人们对东西方教育方法的激烈讨论 而在这种高压的虎式教育下 产生的极端案例会是怎样的骇人听闻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去过多伦多的同学 应该都对Markham这个地方不陌生 这儿可谓是全加拿大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 放眼望去,餐厅、商店甚至是医院和学校都有中文标识 装饰也都是满满的中国风 如同一个放大版的中国城 由于亚裔大多尊纪守法 这儿的治安也是大多伦多地区的一股清流 常年稳居安大略省最安全城市榜首 放眼全加拿大也能轻松进入前三 万景万景,万鸟来潮,繁花四景 于是在2010年11月8号 几声砰砰砰的闷响滑破社区宁静夜晚的时候 很多住户都还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在后院放鞭炮 但是几分钟后 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跌跌撞撞地 从一栋独立屋里跑了出来 他含糊不清地喊了几句话 然后就一头栽倒在路边神志不清 这个人是谁又为什么受此重伤呢 邻居见状赶紧打了电话报警 警察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以后 发现这个人是旁边大宅的主人潘汉辉 他的面部和后背重担 吃血过多,生命垂碑 而警察在那栋房子的地下室里 发现了潘的妻子B7 他同样身中树墙 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在二楼的走廊上 警察发现了被反绑在楼梯上的女儿Jennifer 她尽管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神情激动与无伦次 但是却并没有受伤 而这个女孩在被解救时 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个手机 那头还连接着911的接线员 原来她在尽自己的权力呼叫救援 在得知母亲遇害 父亲生死未捕之后 女儿当场失声痛苦 好不容易等她平静了下来 她跟警察讲述了前一晚 噩梦一般的经历 这天晚上 她跟父亲一起吃了晚饭 看了一会儿电视以后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 百无聊赖地跟闺蜜包起了电话粥 10点左右 她听见母亲回来了 于是下楼跟妈妈聊了几句 并且跟父母互道晚安 正当她上楼准备休息 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回头看见 是三个凶神恶煞的陌生黑人男子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领头的那个一拳就将她打翻在地 并且用鞋带将她反绑了起来 之后的十分钟里 她被其中一名绑匪压着 一间房一间房找值钱的东西 就连她给学生做钢琴家教 挣来的私房钱也被收刮一空 最后 在确认了这家真的没剩啥油水以后 她被绑在了二楼的栏杆上 而父母则被匪徒持枪推搓到了地下室 随后 Jennifer听到地下室里传来了很多嘈杂的声音 她大概能够分辨出是母亲的哀求和哭泣 父亲的呵斥 绑匪的吼叫 并且还伴随着类似挣扎打斗的声音 然后 就是那五声碰碰的强响 一切随之归于了死寂 心急如焚的 她这时候摸到了裤兜里面藏着的手机 于是全力给掏了出来 摸索着报警求救 尽管她的描述 有礼有节 前后顺序清晰 那种夹杂着恐惧和伤心的情绪表达也非常到位 但是警察却依然觉得 这里 什么感觉不对 其一 如果真像她所说 那就是一场入室抢劫杀人 那么抢匪为什么在连杀两人以后 却没有灭口这个跟他们接触最多的女儿呢 其二 根据女儿的描述 她这个老式翻盖手机 是塞在警示牛仔裤后兜里的 那么为什么被反绑的时候 匪徒却没有看到这个手机的存在呢 其三 尽管匪徒洗劫了家中所有的现金手势 但是却对桌子上的车钥匙视而不见 要知道 这家人开的 一辆是奔驰 一辆是雷克萨斯 都是价值不菲的好车 没道理不要啊 最诡异的是 当他们又仔细听了一遍 女儿当晚的报警录音以后 发现在背景音中 传来了攀附受伤后惨叫着 从地下室跑出来的声音 而与此同时呢 女儿也在二楼尖叫着 要爸爸救她 但是攀附却根本没有理会 而是毫不犹豫冲出了大门 到底攀附是一个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逃命的懦夫 胆小鬼呢 还是这个屋子里 其实还藏着一个更让他恐惧的人 由于这个时候 攀附依然处于一个手术后的 中毒昏迷状态 于是警察只能先放女儿回家 暗地里却加紧地对这家人的调查 几天后 攀附葬礼在万锦市的一处公墓进行 女儿Jennifer和刚刚从大学赶回来奔丧的弟弟 在几名僧侣的陪同下 无灵出病 攀附的亲朋好友 同事邻居 甚至还有一些素媚平生的人 也都来参加 个个脸上凝重 无限唏嘘 在他们眼中 攀附曾经就是移民梦的完美典范 几十年前 潘富潘姆逃离了战乱中的越南 来到加拿大申请了难民 之后他们很快赶上了安大略省制造业高速发展 进入汽车制造厂商 当了流水线公园 辛苦工作加省吃俭用 让他们不仅在万锦市买下了这栋别墅 开上了好车 还在银行里存下了近20万家元的存款 不过这一切都比不上他们两个孩子来得珍贵 1986年大女儿Jennifer出生 三年后儿子Flex咕咕坠地凑成了个好字 两个孩子天姿聪颖听话孝顺 就是这么一个平日里让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却突然遭遇恨活天人两隔 也实在是让人不禁扼腕叹息 可这家人真的就像外人眼中看来的那么完美吗 警察在之后的走访和调查中 渐渐地发现了这家人藏着的 种种不和谐音符 源头啊还是出在子女教育 作为爬过死人堆 辛苦做工一辈子的移民一代 父母几乎是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下一代好好学习 以求完成阶级跨越上 汉家姐弟从小到大 听爹妈说的最多的就是 读书读得多 才能在办公室里干干净净轻轻松松的上班 不用跟我们一样 戴着防毒面具 一天站十几个小时给车子喷漆 而且父母早早地就给他们定下了目标 女儿以后长大了要当医生 儿子当工程师 而且还必须是要造汽车的那种 两个孩子也真的很争气 学习好不熟 其他方面也很有天赋 尤其是女儿Jennifer 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 之后各种拿奖拿到手软 还进行的多年的花样滑冰专业训练 梦想着要当下一个观影山 只可惜这两条路都没走很远 她的钢琴在苦练多年以后遭遇到瓶颈 无法进入真正的职业乐团 而滑冰生涯也在一次韧带断裂的受伤后 戛然而止 不过父母却觉得 女儿的这两个梦想破灭也不算什么 反正都是为了以后上好大学的加分项而已 没了就没了 用学习补上就行 可是这个闺女儿 却偏偏不像她们预想的那样 是个神童 小学的时候还能够做到勤能补着 慢慢地到了中学 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尽管依然学习很认真 很努力 但还是跟不上学习进度 更别说父母要求的门门功课全部A了 父母于是开始了对女儿的鸡娃模式 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接受 生怕她在路上浪费时间耽误学习 还花了大价钱给她找了很多补习班 课外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一般小女孩都会有的追星啦 化妆啦逛街啦 一概不允许 可是即使是这样 她的成绩依然看不出什么太大的起色 甚至还因为数学不达标 而在中学留了一级 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的爸妈 干脆给她换了一个学校 可是偏偏攀家弟弟 从小到大是个回回考第一的学霸 两相对比 父母对这个闺女是恨铁不成钢 于是天天在家开启了嘲讽模式 说她干啥啥不行 废物的一名 说到激动处更是觉得 只要学习不好 这闺女就算白养了 可能在类似家庭生活过的同学们都有感触 有时候父母的打骂都是次要的 那种动不动就表露出来的深深的失望 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 都是打了水漂的那种怨气 才是杀伤力最大的 这样压抑的家庭生活 再加上本来青春期就有了敏感 让Jennifer变得愈发的沉默和自卑 可是在父母眼里反而觉得 女孩听话了 收心了 用心学习了 与之而来的是 她的成绩也有了起色 从原来的B减和C加上升到了A 或者A加 也终于能够和弟弟的门门全优放在一起了 可是父母不知道的是 这些成绩单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她自己偷偷改动以后的产物 离开了和弟弟一样的学校 反而给她的造假带来了便利 她还利用父母语言不好的漏洞 给自己的考试不及格 一次又一次的找借口敷衍了过去 甚至 当她因为成绩不好 根本无法从高中毕业的时候 她干脆给自己做了一张假的高中毕业证 外加一张被瑞尔森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书 被蒙在鼓里的潘父潘母 正要拿着录取通知去各处报喜呢 深怕因子穿帮的Jennifer赶紧拦下了他们 她表示 瑞尔森大学其实只是她远大目标的第一步 她计划在学习两年自然科学以后 转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习药剂 原父母给她定下的行医梦 见女儿选择当药剂师 而不是当医生 父母多少有点失望 但是Jennifer解释说 自己实在是太霸见血了 别说是给人看病 就连兽医都干不了 况且多伦多大学还能给她提供药剂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听到这一条 父母当然欣然同意了 药剂师也是个体面工作 而且还能给家里减轻学费负担 何道而不为呢 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给女儿 置办了上学用的书籍电脑 庆祝家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Jennifer所谓的上大学 其实就是每天出门去咖啡馆 或者图书馆坐着打发时间 等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再回家吃饭睡觉 做出一副勤奋学习一整天的假象 而到了学期末 她又会跟之前一样 如法炮制一张假的成绩单 去跟父母交差 这个手法看着眼熟是不是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汤远希杀母案里 她也是撒谎被大学录取了 然后用伪造的成绩单 去跟父母要学费生活费 但是汤远希骗父母 主要是为了钱 这个号称是有全额奖学金的Jennifer 到底是图个啥呢 其实除了害怕父母知道 她没考上大学 甚至高中都没毕业 而极度失望外 Jennifer之所以费尽心思演这场戏 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她叫Daniel Wong 是她的初恋男朋友 王同学是她的高中学长 2003年的时候 两个人曾经一起参加了 学校乐团组织的欧洲夏令营 这也是Jennifer第一次 在没有父母的监督下出门旅游 结果在一次音乐会上 因为周围的人群里很多人吸烟 导致Jennifer的哮喘发作 脸憋得发紫 差点就当场给撅过去了 结果是身边的王同学 发现她的情况不对 赶紧半拖半抱的 把她拉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还专门跑了好几条街 给她取来了致哮喘的物化剂 这一番操作 在从小就缺爱的Jennifer眼中 简直就是脚踩七踩祥云而来的大英雄 于是她不犹豫地就陷落了进去 两个人很快 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 知道父母肯定不会同意 所以Jennifer对这段校园感情 根本提都不敢提 但是又想要跟男朋友缠绵厮守呢 于是就想出了这个 假装上大学的法子 她借口每周有两门课会上到很晚 于是跟父母要求 能不能借助在学校附近的闺蜜家里 父母一见都是女生 很快就同意了 只是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闺蜜家 其实就是女儿的同居男友 王同学 这样偷偷摸摸 但是又很快乐自由的日子 一晃四年也就过去了 掐指一算 也到了Jennifer所谓的大学该毕业的时候 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父母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岂不是直接穿帮啊 结果Jennifer又绞尽脑汁地想出了一个借口 这一届的学生实在太多了 多伦多大学毕业典礼的大会堂 根本做不下这么多前来观礼的家长 于是学校要求了 每个学生只能请一个人 但是对她来说 父母是一样的重要 请谁不请谁实在太为难了 为了不让其中一个太过于失望 于是她决定 两个都不请 干脆把自己的名额让给同班同学 说实话 这个谎言拙劣的简直就一捅就破 可是在优秀乖女儿的滤镜下 父母居然也信了 还专门把Jennifer那张造假的多伦多大学毕业证 郑重其事 镶在玻璃筐里挂在客厅墙上 可是俗话说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谎言 Jennifer 能够一直圆下去吗 毕业了 当然下一步就要找工作了 于是这个已经延续了长达四年的谎言 开始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 Jennifer跟父母说 她在市区的病痛医院 找到了一个抽血化验的夜班实习 一周工作四天 于是更是要经常住在闺蜜家里补教 可是这次呀 再迟钝的父母也终于有所怀疑 女儿说在医院上班 但是却没有工作证 没有门禁卡 没有工作服务 最关键的是 她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自己恐血晕血吗 怎么现在突然找了个厌血的工作 还干得毫无负担 于是潘姆也不顾Jennifer的劝说阻挠 一定要坚持送她去医院上班 顺便看看她的工作环境 Jennifer只能硬着头皮 跟母亲一路来到医院 结果车还没停稳 她就跳下来一路飞奔着跑进医院 根本不顾背后母亲的呼唤 她就这么跑到了二楼的洗手间 战战兢兢的躲在里面几个小时后 才敢偷偷的出来 确认母亲是不是已经走了 结果当晚更大的暴风骤雨正在家里等她 母亲见她跑掉以后 心知肯定有诈 于是专门去了一趟Jennifer口中借住的那个闺蜜家 结果得知她在过去的几年里 从来没在这儿过过夜 上当受骗的潘姆差点气炸了肺 当时就一个电话把老公从厂子里叫了回来 找起了鸡毛胆子搓一板 就等着对女儿进行高强度拷奔了 面对父母这个混合双打的架势 Jennifer坚持了几个小时以后 还是不得不招了 但是也没有全说实话 她说她的确是在读大学 但是不是多大 而是之前的瑞尔森大学 因为读的专业不好找工作 所以一直在一家快餐店打工 自己的确交了男朋友 王同学是一个勤奋踏实的好男孩 两人两情相悦 准备工作安定下来就结婚 眼看着女儿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父母也只能强忍下恶气 表示先见见这个男朋友再说 结果这场见父母下来 却更是把潘爸潘妈气了 万死 王同学的父母 一个是菲律宾裔 一个是华裔 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 因为家里孩子多 所以经济条件还比不上潘家 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也就罢了 主要是这王同学自己也不怎么争气 高中毕业以后 没上大学 就靠给几家餐馆 当外卖小哥挣点糊口钱 潘家父母还打听到 王同学一直都和一些街头小混混走得很近 还因为卖大麻和违禁品 被警察抓过 闺女居然找了个毒贩男朋友 这怎么了得呀 于是父母强硬地要求 Jennifer立马跟王同学分手 并且放下狠话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不许你俩再见面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他们收缴了女儿的手机 关闭了她所有的社交账户 并且在她开的车上装了定位 每天由父亲亲自检查 跑了多少公里 是否跟女儿报备的日常出现偏差 面对父母的棒打鸳鸯 Jennifer依然想尽办法 要跟王同学私下里偷偷见面 甚至还干出了半夜翻窗逃跑 这样电视剧里才会有的桥段 被父母抓到以后 换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惩罚 他们逼着已经23岁的女儿 继续回到高中补习 这回一定要真的考上多伦多大学 然后呢 要她外出给孩子当钢琴家教的钱 必须全部上交 从时间和经济上 掐断她谈恋爱的一切可能 虎妈狼爸的这些做法 的确看到了一些成效 王同学首先熬不住了 跟Jennifer提出了分手 并且还很快又找了一个 同样在餐馆打工的新女友 得到消息的Jennifer又痛又恨 为了挽回男友 她用的是自己20多年来 对父母一样的手法 造假 她先是做了一封 用报纸碎片贴成的恐吓信 里面说 如果她继续纠 就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署名是王同学的新女友 为了让这个看上去更有冲击力 里面还专门放了一个空弹壳 新女友当然不承认了 但是却架不住Jennifer 在王同学面前反复哭诉 让王同学多少也对她产生了嫌隙 这样折腾挑拨了好一阵以后 Jennifer觉得时机已到 于是在一天夜里 又一次翻墙从家中逃跑 棚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跑去找到王同学 说自己被三个黑人强暴了 而对方就是新女友找来要报复她的人 Jennifer哭得死去活来 胳膊上还隐隐约约看到多处抓痕 上了头的王同学当场就打电话跟新女友分手 然后立马就跟Jennifer复合了 这一出挽回前男友的大戏 最终以Jennifer的获胜而结束 而她从里面学到了重要的一点 说谎尽管可耻 但是有用 只要能过得好 一辈子说谎 其实也没什么 这次是兵行显招 下次可能就不那么幸运了 只如解决到父母这层阻碍 自己才能跟王同学长长久久恋爱 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要么是努力的说服父母接受 要么是督促男友好好上井 或者更猛一点 反正都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 大不了就从家里搬出来 断绝关系不相往来呗 但是Jennifer脑子里想的 却是父母的那句话 只要我们活着 你俩就别想在一起 于是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心里开始滋生 她先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 混黑道的高中同学 许诺一千五百块 要她在父亲下班的时候 直接在停车场把她给做掉 结果这人收了几百块定金以后 就跑路了 还不忘嘲讽她 一千多块钱你就想买条人命啊 你想的倒是美 这个收钱不办事的混混 在听说潘氏夫妇被害的事情以后 想想这后怕 于是跑去了警察局 举报之前Jennifer企图故兄杀人的事情 因此警察找到男友王同学过来问话 其实从前女友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 这个王同学是个铁憨憨 在警察的盘问下 很快就合盘拖出了 Jennifer当时在故兄不成反被骗以后 跑来找男友哭诉 表示这事没完 一定要想办法做掉父母 他们两个人才能幸福的在一起 一听杀人 男友起先坚决不干 但是Jennifer却说 父母其实挺有钱的 尽管说好了 主要是给弟弟去继承 但是自己也能分个五六万的遗产 他跟王同学完全可以拿着这笔钱 去古巴或者墨西哥开始新生活 脑子一根筋的男友还真被说动了 于是找了几个自己买大麻时候认识的黑道大哥 最后以一万块钱的有情价 谈讨杀死潘家夫妇的生意 在约好的那天晚上 Jennifer已给父母道晚安为借口 下楼偷偷打开了通往后院的门 并且上楼又灯光为号 通知他们可以进屋动手 警察因此调出了潘家邻居门口的监控视频 的确发现当晚10点05的时候 潘宅二楼的灯光亮起几秒钟以后又熄灭 随后有三个黑衣人便从里把翻进了后院 警方还从Jennifer身上那个翻盖手机上还原了一条被删除的信息 VIP Access 贵宾通道已经打开 发送时间也是在10点05 在拿到这些证据以后 警察再度传唤Jennifer问话 而这次他们不再客气一针见血地表示 你的男朋友已经把顾凶杀人的事情交代了个七七八八 你也别再抵抗了 全招了吧 结果Jennifer那多年积攒下来的说谎技巧再度上线 最后还要挣扎一些 她说自己是雇了杀手不假 但是不要杀父母 而是要他们杀死自己 因为自己这辈子活得太委屈了 在家被父母PUA 后来又被男友PUA 已经是过得生无可恋 不如干脆死在父母面前 让他们后半辈子都活在悔恨中 但是到了最后关头 她又后悔了 不想死 可是黑道大哥那又没有无条件退单一说 于是还是带人杀到了屋里 抢了钱不说 还顺手杀害了她的父母泄愤 警察面对这个雇人来杀自己 结果反而不小心害死爸妈的说法 简直是无力吐槽 你可以质疑我们的办案能力 但绝不能侮辱我们的智商啊 不过这回啊 其实根本不用警察出面 因为另外一个本案最有力的证人 直接戳破了这个谎言 重伤的攀附终于在医院苏醒了 她一开始还想要保全女儿 推出完全不记得那天的事情 但是在看了警察那边收集到的 所有女儿 故兄 弑父 杀母的证据之后 终于忍不住 老泪纵横 说曾经听到三名歹徒和Jennifer边翻找财物 边聊天 与其轻松如同好友一般 而且整个过程中 女儿活动自由 并没有被绑起来 最令人唏嘘的是 在匪徒要将攀附攀母 押往地下室行刑的时候 攀母突然跪了下来 苦苦哀求绑匪 饶女儿一命 自己死了没什么 但是女儿还年轻 人生还长 不能死 那个为首的匪徒 这时露出了一种难以琢磨的神情 他 你根本不用担心 你女儿肯定会没事的 生命中最后一刻 想要拼死保护的人 却是最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 也不知道攀妈在天有灵 会做何感想 作为主谋 Jennifer和男友王同学 都被判了加拿大现行法律下的最高刑期 终身监禁 25年不得驾驶 另外三个凶手 也在不久后被警察抓捕归案 其中两个人也是终身监禁 25年内不得驾驶 另外一名呢 因为协同谋杀 被判18年监禁 也许对于Jennifer来说 她这辈子都在做了 前半生她没有选择的 被虎爸虎妈以爱为名囚禁 而后半生 是她自己选择的牢笼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不错不不错 谎言虽然可耻 但是有用 但是也紧紧到被戳破的那一刻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